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在一個斷層帶上面 斷層帶的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的行為是很難預測 所以我們必須在一面施工當中 一面去從監測的結果 了解它產生的一個行為的趨勢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去回饋檢討 我們原來的設計是否恰當 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就是說 如果我們認為說 原來的設計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補強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也是 一面檢討 一面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這些補強的措施 我們譬如說加了一些地毛 做了很多的牌裝 目前我們的一個檢討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 將來就是說 不要像將來 以前那個 國道走山事件 發生的話 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就是說 對我們機場將來長期的營運 都能夠達到一個安全的狀況 那這是我們目前正在共同檢討的一個目標 分析的一些建議呢 都認為說是短期沒有問題 可是有局部性呢 有一些比較異常的一些狀況 所以認為說是長期性呢 有些必要再做更審慎 更嚴謹的一些考量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們在這段期間呢 也做了一些評量跟相關的一些 假設能夠把這一段比較高開挖的 就從這邊來看 比較高開挖的這一段 假設仿造一般的都市裡面的一些隧道的施工方式呢 我挖開之後再做個隧道把它回田覆蓋起來 它的穩定安全性呢 會比原來我們所認為可以接受的那個方案 原方案要提高很多很多 如果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是有擔心啦 有擔心是有陰險的滑動面形成 加上地下水位以後可能會升起來 那這樣的話會恐怕對長期的整個穩定性 事實上可能會有一點不良的影響 所以後來這個是我個人的建議 就是說能不能就是我們用這個 我們叫做棉挖覆蓋 棉挖覆蓋就是你挖到你的高層之後 你再把結構做結構做上去 就是各位看到那個市議圖那個方式 那這個主要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工程是可以保持長期的穩定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另外一個國山的走山 希望土方回泉這個概念 基本上就是一個邊坡為了提高它的穩定性 適度再坡值去壓一些土方 這是一般人所掌握了解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那我們的長期的方案呢 就是跟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挖到底之後 我把這個棉挖覆蓋的隧道完成之後 我在棉挖覆蓋的隧道上方再填一些土方去壓中 這也就是可以達到長期穩定的邊坡一個處理的對策方向 我想這一點的概念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我假設我山市公區 我依照原來的方案 原來就是沒有做明化化 原來的方案繼續做的話 它的長短期沒有問題 長期的安全餘律是存在的 長期短期我挖到底可能就可以維持一段相當的時間 可是它長期有變化的話 可能沒有很確切的保障 那麼所謂的保證呢 我剛剛特別去強調就是說 在我們目前所獲得的資料 那我們所做的工程的設計 還有一定的規範 它就是一種保證 但是呢 這個保證並不所謂的無限的上綱 但是風險是的確的相對的減少 我想這個是我們做工程是應有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現在說在目前穩定的狀況下 我們現在在研究這個 這個明化覆蓋的方案 一旦這個方案確認了以後 那我們再直接 就直接做這個明化覆蓋的結構體 這個結構體做好以後 我們在上面再回填土方 再回填一些土方上去 那它的這個安全性會更高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認為 比較合理的一個順序的做法 那它目前的想法大概用土就把它填回去 可是我覺得那個安全系數 它不是那麼容易掌握 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個結構體放上去 把相關的一些擋土措施全部做好之後 這安全線我覺得我們是比較容易掌握 我比較不能夠理解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不敢 不敢冒然的開挖怕它會滑動 那因為明化覆蓋它還是要施做一些工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會不會在施做工程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一些疑慮 你根本還在不及把那個土填回去 它就滑動了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已經挖到 差不多接近底部的高度 大概差不多兩公尺多了 那現在目前所有的這個監測 都數據顯示這是穩定的 我覺得民間的疑慮應該是在於說 現在到底有沒有立即的危險 那怎麼樣確定沒有立即危險 那現在是在停工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確定 停工的情況下有沒有立即危險 然後包含說你在 比如說之後要實際開挖 開挖後還沒有覆蓋那段過程中 會不會有危險 對 因為目前 我想目前的狀況是不定 目前 可是這個穩定 因為像剛剛也是聽那個校長您說 這個滑動的狀況可能隨時會發生 因為它滑動已經產生了 所以現在目前是穩定 可是例如說如果下場大雨 或者說有地震 那個狀況可能又很難掌握 那我想這個它只是開始 因為你這個坡挖它就難免會動 那動的話我們現在就是 為什麼打這麼多地嗎 就是要讓它不要動 那目前就是我們看到有一些 那個徵兆跟跡下 它有點在動 代表就是可能目前我們做的這個安全 措施喔 在長期上我們是擔心 短期上我們是覺得OK 包含新大樓的裂縫 其實是持續不斷在擴大 這個裂縫可能要請稀稀要回答 那你們看到有一些裂縫好像張開了 其實它是有點研製的一個行為在 就是說這個 不是說這個地方擋土牆沒有動 可是上面的層線它還會有一點點的張開 那你們就很擔心說 哇是不是這個要走山了啊 其實沒有到這麼嚴重 我們只是說洞的這個量 是在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下 不會產生無預警的一個大災害 或者影響到這建築的安全 所以不要說 喔有洞了就是要走山了 哇那這個所有的台北市的捷運都不能施工 台北市軟弱的地盤 包括信義線包括很多線 其實都是在很困難的地質條線下做的 當然這個地方有它的特殊性 確實也特別的困難 但這個東西是工程手段 是可以客戶可以掌握的